养田螺早中高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人都说冬天来了 田螺就不需要投给鲜鸟了 其实你们又错了 在冬天田螺不是不需要投尿 而是需要投尿的次数紧少一点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这边又说冬天刚下雪 然后又准备给田螺投给鲜鸟了 看到我冬天是怎么给田螺投鲜鸟的 冬天田螺的鲜鸟发酵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都是7天到15天不等 我这个已经发酵到第8天了 可以感觉到这个鲜鸟发酵的还比较可以 当你们给田螺发酵的鲜鸟 如果出现是全部成黑色的了 那么就说明你那个鲜鸟已经坏掉了 要像我这样外皮一层淡淡 这个是菌类一层菌 然后淡淡的大黄色 这样的话 不管你放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它这种鲜鸟它都不会坏 这就是发酵好的 目前的话像我们这边发酵好的鲜鸟是多少钱 这是一块钱一斤 所以说比较便宜 层面也比较低 我们这四粒都压起了 这里六大桶 每桶几十斤啊 这是冬天养田螺的池塘啊 现在看不到田螺 但是看不到田螺 并不代表你不需要投胃鲜料 我们需要尽量 那么到底冬天我们这该投胃多少呢 这里也有个比例的 啊 有个比例的 准备上第二车了 这边池团的这个水 要亲切一点 浅一点就能看到这个田了 冬天还是密密麻麻的在吃这个饲料 平常我们这个池团一亩地平均的话 一个星期是图为50斤到60斤这个铁螺饲料 待到冬天来来的话 那我们就是一个月就图为50斤 或许到100斤饲料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养殖田螺冬天要不要图为饲料 那么你学到了嘛 冬天养殖田螺 它是需要图为饲料的 只是在云有的基础上 我们要减少这个图为的次数 像平常的话 我们一般是五天图为一亩地的话 图为50斤到80斤不得 冬天来的话 那我们一亩地 那么就是一个月就只需要图为100斤到150斤不得 这要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尿 所以说下次大家如果有人问你冬天要不要图尿 请你记住一定要图尿 请不吝点赞订阅